中国疫情现在大爆发 于是七大名师看路股都说 解封之后A股会更激情 不仅中国的七大名师 包括了高盛 包括了大摩 都认为明年解封之后的确有商机 那刚刚关键我们说分两个时段 第一个解封的过渡期 目前包括了一些医疗药品 还有医疗废弃物 再接下来商机会爆发 关键我们进一步等到解封过后呢 我想没有错 震动期过后 过渡期过后事实上当然 整个经济发展回到了正轨 那我想就会像其他欧美国家一样 事实上我们看到 其实第一个看到是什么 我想就航空类股 不管是长中航跟华航 我这边给大家一个数字 就是说这一次两岸春节机票 单程3.3万 是疫情前的三倍价 为什么呢 我看到一个数字 因为现在可能不是3% 现在可能多一点 可是11月份的时候 直飞率就是实际上飞行了 这个跟以前的班次比起来的话 是不到3% 就是说只有怎么样 有97% 97%都还没有再飞 那所以你看到 如果说对97% 开始飞的情况之下 你说长中航跟华航 他的业绩会增加多少 可是长中航有人担心 他之前已经先涨过了 接下来会怎么动 的确没有错 当然这个东西 可能还是要往后去想 因为毕竟不是现在 所以可能要稍微再等一等 所以你看到 也刚好回到这个平台之后 他有点涨不动了 那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我想给他一点时间 等他量出来之后 现在量比较没出来 所以可能稍微等等 但是你看知道 可能三个月或四个月之后 他可能就上去了 因为毕竟前波高点 多少 三十六三十七块 甚至你要知道 三十元附近是什么 是我就没有记错 是长中国际买长中航的成本价 对不对 他那时候买了一大堆 兄弟细墙 后来不细墙 股价掉下来了 对不对 那现在刚好 来到他的一个成本价 我想可能稍微 需要整理一下 甚至包括像2610的华航 其实华航也是一样 如果说两岸航线的话 华航是占比比较多 但是你看到现在短期之内 可能说怎么样 你要等这一个过渡期 能够真的过渡之后 他才有机会上来 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小股本的股票 他们是一种大股本股票 可能再稍微整理整理 可能就有机会了 大概时间点会落在什么时候 其实我个人认为 一月二月就有机会 因为你要看到 春节难道有可能 会让那些人不回来吗 当然 当然这我就可能性不高 我想会不会到时候的直飞率 现在是不到 11月是不到3% 现在可能到6% 7%都有可能 可是会不会到春节的时候 已经变30% 40% 因为或许他们那边的疫情的高峰点过 因为如果还在高峰点的话 恐怕也不会 但是如果高峰点过的时候 是不是很有机会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好 疫情的高峰点过 甚至于明年在一月二月的时候 就有机会看到国家开始往上 OK 好 最后一档 东哥游艇 当然刚刚祝豪有提到说 是不是太高了 其实我认为不会 不会 你看看 你看看现在的位阶在哪里 你今天收335块钱的价位 前波高点340元 事实上应该怎么样 应该快要过了 要怎么讲呢 你看到其实当然这 这两个票投信 可能琢磨比较少 都是小麦小麦小麦 但是你要知道 实际上东哥现在主要是接什么单 欧美的单子 对不对 我看我查了半天 他其实他中国单子 应该也没有接多少 他说现在欧美的单子 在所订单达到2025年 大概有一亿美元的单子 大概一亿美元单子 其实跟他一年的营收 实际上差没有多少 但是怎么样 主要都是欧美客户 现在欧美这些高阶客户 消费能力很高 那你会想过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解封之后 那些富豪呢 会不会跟他定 这很有可能 甚至包括什么外溢效果的话 我想都有可能 因为毕竟你看到 他的股价走势 我们再说小一点好了 事实上说真的 你很少看到 最近大盘在跌 他股价走势这么的强劲 甚至他已经准备要挑战前波高点 那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解封概念 事实上我认为 当然不是说现在去追 现在去追可能很可怕 但是我想应该假以时日 过前波高点三百四十元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太好了 好谢谢冠青 请先回座了 所以接下来中国解封 分两个阶段 一个是过渡时期 药品还有一些医疗废弃物 这些选股原因 操作策略提供给您 还有解封之后开始飞了 这些会慢一点点发酵的时间 可能在明年一月二月 华兴东哥游艇都提供给您 不过接下来的大主题 我们要来看到电动车了 听号请您上台来 最近传出股神巴菲特 八月以来连续出托 他报了十四年的比亚迪 同一时间 当然Tesla的股价 今年惨跌又惨跌 最近大家好生气 股东大股东 都叫这个马斯克要下台 说他无心经营Tesla 全部把心思放在Twitter了 我们担心的是 电动车的整个产业 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两老今天都传出 持续的出托手中持股呢 比亚迪首先他涨很多 所以巴菲特在过往的操作经验当中 本来股票涨比较多的 他通常都会适度进行一些调节 那么特斯拉的问题 他主要还是来自于 最近讯息消息比较多了 那我们很清楚知道 特斯拉作为成长动能股 他有一波的散户的信仰 是撑着他的买盘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你看到自己家的老板 我们作为股东 他永远都在插手别家公司的事情 做Twitter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当然就会有一些失望性的卖 所以特斯拉在今年 尤其在过去几天是频频破底的 我们知道有没有股市近期是有点回调了 但回调如果是从指数层面来看 四大指数没有一档指数是破底的 除了特斯拉单一个股之外 那BRD就不同了 BRD其实在今年以来的走势 仍然跟上证指数或者港股比起来 它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牛市格局 所以这个时候出托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跟电动车产业本身都没有什么样子的疑虑吗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对于电动车产业在2023年 仍然是持续具有展望以及拉货潮的 可是要有一个区别 电动车好不代表车是好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 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 这过去我们看到 虽然感觉好像最近的换车潮比较显著 尤其过去去年我们看到缺晶片 所以去年潮二手车 那今年当然就换新车 所以感觉好像有比较显著的这种换车潮 但是如果从实质车市来看的话 老实说从二零一六年以后 表现就不是特别好了 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是当前度 我们看到每年全球的实体销量 当时在二零一七年 全球汽车销量见顶之后 一八一九二零二一二二 都在一个显著的下行格局 就算我们看到二年 今年终于不缺车用晶片了 今年销量甚至回不到二零二零年以前的水平 这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整个车市的竞争 它已经完全白热化了 你如果要投资车市的话 除非是电动车 要不然风险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是整个车市的变化 但是在车市当中 它也有比较显著的替代效果 也就是从传宠的汽车产业 移交到电动车产业 这张图表是从一九年到二一年年底 电动车的实体销量 我们刚刚聊到一九年一八年以来 整体车市是一个下行曲线 它反而是反向的 电动车却在成长 这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实体车市的增量已经没有了 但是在存量内的变化 电动车的市占 它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观察到 并不是说一间车市 或者说传统车器 它的成长展望 而是专做电动车 它这间公司的展望 因为如果你去购买比如说宾市 你去购买丰田的话 它也有传统汽车 也有电动车 那只不过是电动车 在它的营收开始慢慢变大 那它整体规模并不会成长 而真正会成长 就是只专做电动车的这些公司 来我们看到下一张 如果针对只专做电动车或能源车 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它这个销涨呈现什么样子的变化 OK我们分为两个层面 一种就是单纯的HV 就是我们讲的EV纯电动车 那另外一种就是属于插电式的 那两个最大差别 纯电动车就是完全没有引擎 它就是完全用这个电动电池 插电式的 它其实是可以有部分的燃油 也就是说它可以长途的时候 使用这个电动电能电池来进行营运 但是短期内如果电池用光了 那我还有石油 那个能源可以来进行支撑 那我们看到纯电动车的部分 特斯拉在过去的市占率 最高曾经来到两成以上 可是在今年二季度 市占率已经下滑到15.9% 今年一季度还达到两成 所以特斯拉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的 电动车的市占是在下滑的 那反而持续在增长的有哪一些 被吃走了 像比亚迪 或者我们看到福斯 奇瑞 那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迹象 特斯拉虽然它的市占率 是全球第一名 可是如果我们以美系品牌来看的话 前几名就只有他这么一家 是属于美系品牌 那如果把陆系品牌加起来 比如说你把比亚迪 加上大陆的普林宏光 然后加上奇瑞 广汽安安 奇亚小鹏 那市占率是远远超过于特斯拉 这说明一件事情 在全球的电动车市占率当中 就是大陆的陆系电动车 已经超越了美系电动车的品牌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警讯 所以我们才看到在过去一个年度 不管是半导体法案 还是车用晶片 相对美国对于本国内部的电动车保护 就来得更加显著一点 这是纯电动车 那如果以插电式 它比较统致叫能源车 对 混合式的 那插电式的话 就完全就是比亚迪当道了 比亚迪在Q2的市占率 已经来到接近三成了 那这条排名链就不会有特斯 因为特斯它只做纯电动车 它没有任何有混油的 那第二名就BMW Volvo Bens 那比较值得观察的是 除了比亚迪它这种具有电动 电动池的产能的展望之外 这种传统能源的汽车 老实说我在于明年后年 不是特别看好 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属于传统车商 那这种传统车商 它可能在内部的电动车的营收比重 它会不断的扩大 但它等于侵蚀掉自己原本 燃油车的市占 所以总归来说的话 明年电动车 我认为还是有拉货草 那么陆系品牌 加上刚才聊到的解封题材 而且我们待会也会聊 中国本身在电动汤的设置装束 已经远远超过于欧洲和美国 所以未来中国市场 电动车的成长 基本上就已经奠定了 到底哪些品牌 能够持续受到营收的增长 我们看到市占率出现了 非常显著的变化 比亚迪以新能源车来说 目前已经是龙头 已经取代了Tesla 如果以销售量的话 怎么观察呢 如果是从销售量来看的话 今年如果是上半年来看的话 特斯拉其实还是每个月的 交付量的冠军 但是到今年十一月的时候 就完全改观了 目前比亚迪 单一一个月十一月 交货量就有二十三万辆 这个还是在一个景气 相对疲惫的周期当中 能够拥有的交车量 那特斯拉多少 特斯拉十一月份的交货量 是十万辆 不到他的一半 不到他的一半 这很有趣 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 特斯拉还是中国市场的电动车龙头 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聊到说 这张图表是全球的电动车的整体 我们讲的营运展望 就哪些市场最值得去拓展 因为基本上电动车的拓展 他跟国家的政策推进有密切相关 如果你像台湾的电动车比较少 那么推行的速度 就会比较慢一点点 那我们看得很清楚 蓝色区块是处于中国市场的权重 他是远远大于欧洲以及美国市场的权重的 几乎是两个加起来都不如一个中国市场来的大 因为中国目前是国有政策的推行 所以接下来值得观察的一件事情是 全球车市在过去两年都开始起立的要切入中国市场 那么基本上中国市场 他就会视为电动车品牌竞争的领先指标 如果你把中国市场能够拿到一定的市占 或者抢下一定的市占的话 那基本上在未来全球的布局 因为欧美民主国家动作比较慢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哪些车厂它具有持续的优势了 好 所以中国的市场主导未来整个电动车 在市场的销售状况 但是有一个会不会成为明年在车市的大雷呢 因为廷浩告诉我说 车贷的状况恐怕在明年有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什么样的变数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说到了下一段的节目 我们稍后预谈带给您的重头戏是 挥别了2022的景气谷底 有一些族群有一些产业 现在已经满血复活了 股价会走在产业前头 所以明年拿一些投资机会 满血复活股 休息一下 玉堂告诉您 一遍 感谢观看